我们要懂得修行 要在因上努力 什么叫因上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呢 菩萨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 菩萨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 是对我们怎么的情况会发生 所以菩萨不敢去做这个事情 而人为了得到积德的利益 我先去做 做了之后 万一结果不好了 才来害怕 就相当于很多人进了监狱才知道 我蛮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离婚了才想 我为什么不能对我老婆过去好一点 很多孩子离开你了 才想为什么我不能让孩子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 这个一切就是代表了 我们追求的是果报 而不是追求的是善因 学博人要懂得 我们要在因上去努力 今天只做菩萨的事情 不做恶事 不做坏事 只做人 应该守的戒律 菩萨 菩萨守的戒律 所以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果和人的善果 只要在身口一三个关上 好好地符合正音 你精尽不懈地去努力去用功 心就会明心见性 才能达到人间菩萨水到渠成之意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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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